好 主播帶來的關係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是涉嫌在任職期間收賄500萬元 因此貪污罪嫌重大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呢 桃園地方法院是三度開了羈押亭 當場呢這個鄭文燦就被裁定羈押禁界 因此昨天晚上就已經搭球車 前往到了桃園的看守所 他的律師陳友來呢 在今天早上8點半左右 其實也已經慎慎看守所來律見這個鄭文燦 不過稍早呢 他面對媒體詢問的時候呢 是全程不乏一語的 律見兩個多小時直到10點左右 才快步的走出來 那麼記者就有問他說 那鄭文燦目前的身體狀況還好嗎 心情上有沒有受影響 另外也很關心說 他到底有沒有使用過早餐了 不過對此呢 律師都表示說一切都很好 謝謝外界關心 那麼其實今天除了這個律師之外呢 疑似還有一名民眾 他是帶著政治類的書籍來這邊 想要把書送給鄭文燦 不過媒體就一直問他說 你到底是誰是鄭文燦的朋友嗎 他都是沒有回應的 而他走出了接見室之後呢 還到了旁邊的這個合作社 有買一些這個日常的用品 想要來送給鄭文燦 不過因為鄭文燦 他是被羈押禁肩 因此目前是除了這個律師之外呢 其他人是都沒有辦法見到他的 而昨天呢 這個鄭文燦被當庭羈押之後呢 其實律師也是當庭提出了抗告 並且是連夜寫了這個抗告狀 抗告狀在昨天晚上10點多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送到高等法院了 那麼高等法院也證實說 目前已經分案完成 會做後續的審理 以上就是現場 為您掌握到最近消息 先把時間鏡頭 交還給棚內主播